大家好呀,距离新战神发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奎爷奎托斯和他的儿子阿特罗斯的旅程一定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八年前的战神3在结尾处,奎爷拒绝了雅典娜,拿起神剑刺穿自己身体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神是不可能有续作了。 然而,让人惊喜的是,八年后的今天,那个屠戮众神,守人身负的奎爷又回来了。 不过我们发现,原本那个被仇恨吞噬的男人,如今却在北欧的角落里隐居了起来,而且我们的奎爷还有了新的妻儿。 但是造化弄人,他的妻子再一次离他而去,妻子留下遗愿,将他的骨灰带到九届最高的山峰之上,奎爷砍的正是妻子临死之前做过标记用来火葬自己的树。 妻子的离去让奎爷伤心不已,如今的奎爷已经苍老了很多,手臂上使用过混沌之刃的印记,也被他用纱布牢牢铲起。 混沌之刃就和奎爷的过去一样被他血藏了起来,就连他的儿子阿特罗斯都不知道自己父亲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 现在奎爷使用的这把立围坦之斧也是妻子留给他的,奎爷按照妻子的遗愿使用立围坦之斧将这些做过标记的树一颗颗砍倒,随着这最后一颗扛回家,做了简单的告别后,奎爷亲手把气氛活化了。 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阿特罗斯没有哭泣,他伸手拿起了那把被火焰烧得通红的匕首,这是他母亲的遗语,他不希望这把匕首也和母亲一同消失。 但是匕首温度灼上了阿特罗斯的小手,匕首掉落在了雪地上,奎爷没多说什么,为阿特罗斯包扎了伤口,将匕首捡起来递给了阿特罗斯。 奎爷问阿特罗斯,他教过你打猎吗?前往九届最高山峰,必然是一次艰难的冒险。 在奎爷眼中,阿特罗斯是个经常生病,身体虚弱的孩子,在潮山里出发之前,奎爷要看看自己儿子的能耐。 妻子的遗愿很明确,他希望奎爷和儿子一起登上九届最高峰,撒下他的骨灰。 阿特罗斯心里也想着,要让奎爷见识到自己已经准备万全,于是去屋里拿上了弓箭。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只鹿,给予表现自己的阿特罗斯,就是一箭。 阿特罗斯当然是没射中,反而让受惊的鹿逃跑了。 奎爷勃然大怒,冲着阿特罗斯大吼,你在做什么,你让他提高警觉了,一把夺过了他的弓箭。 不过,看着阿特罗斯的小表情,奎爷竟然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 的确,在用自己原来那一套,对阿特罗斯来说只会起到可怕的反作用。 他们继续追踪着鹿,进入了神殿,在靠近鹿的地方,奎爷手把手叫道阿特罗斯怎么指攻瞄准猎物。 奎爷把着阿特罗斯的双臂,让他稳稳瞄准,然后吸气,再射出致命一箭。 中了,阿特罗斯幸远地握紧了拳头,朝着早下的猎物的方向奔去。 鹿并没有死,奎爷教导他要有始有终。 不过阿特罗斯还是个孩子,他从来没有杀过身,阿特罗斯双手握着匕首瑟瑟发抖。 最后终于在奎爷的帮助下完成了手杀,看着阿兹陷入沉思,奎爷想伸手摸头,安慰一下,给予肯定。 但是奎爷还是那个不善于表达的奎爷,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来,转而拔下匕首还给阿特罗斯。 就在这时,一只山怪突然出现,一把抓住了那只鹿,阿特罗斯拿着匕首救死鬼子,却被山怪一把先飞。 面对小小山怪,奎爷三两下把他干掉。 啊! 随着山怪轰然倒地,阿特罗斯失控了,奎爷抓着他说道,你还没准备好。 阿特罗斯觉得自己让父亲失望了。 低着头独自进了屋,妻子的尸体已经在奎爷和阿特罗斯出去打猎的这段时间化为灰烬。 奎爷收集起了妻子的骨灰,回到屋里,奎爷教导着阿特罗斯,怒气也可以成为武器,但是你要控制它,善用它。 阿特罗斯想要再次证明自己,但是事实证明,阿特罗斯还远不能让奎爷满意。 奎爷一把抓着阿特罗斯说道,你的愤怒会让你失控,接下来的路对你来说很艰难,很明显你还没准备好。 就在这时,门外有人大声叫嚷着,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出来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出来吧。 难道隐居数十年,如今被人知道了自己的行踪,奎爷急忙把阿特罗斯藏进了地窖,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陌生人,奎爷问道,你想怎样。 陌生人却说,答案你清楚得很,说着,陌生人对着奎爷就是一拳。 。 你会不会决定我,为这事發生。 你会决定我,为这事发生。 你不能听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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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能 屋顶被砸穿的一个骷咏 陌生人质问奎耶 为什么里面有两张床 你把谁藏起来了 一边说着 一边呼吸买了体力 一拳将奎耶砸进了石块 陌生人的话惹怒了奎耶 愤怒的奎耶发动了斯巴达之怒 山奔地裂 陌生人被奎耶砸在巨石下 然而巨石竟然控不住陌生人 原来陌生人是北欧神话中的光明之神巴德尔 在北欧神话中 巴德尔是阿萨神族的神王奥丁和弗利加的儿子 他拥有不死之身 但是换来的是感受不到痛 也感受不到世间的任何情感 当然此时的奎耶 还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身份 原来巴德尔是奥丁派来的 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问出一些答案 至于什么答案 我们跟着游戏剧情先卖不关 但是奎耶高高在上的态度惹怒了他 最后巴德尔被奎耶扭断脖子 扔下了裂缝 奎耶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中 把阿特洛斯从地角拉了上来 虽然儿子还没准备好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 奎耶已经没法再过隐居的生活了 现在我有带着阿特洛斯立即出发 前往九届最高的山峰 完成妻子的遗愿 那么接下来 奎耶和阿特洛斯在旅程中将会遭遇什么 那个拥有不死之身的神 到底有什么目的 阿特洛斯能不能成长成奎耶满意的人 我们下期继续咯 阿特洛斯立即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